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个新的漏洞 这漏洞叫命令执行漏洞 命令执行漏洞 然后我稍等一下给大家看张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咱们现在学到老挖子top ten 是不是啊 学到这这我挖子top ten了啊 你看后面还有好多东西呢 hello 别人问的咱们面试的时候问的 有没有做过应急啊 有没有做过搜缘呢 都会有啊 下面还有一些开发的东西 木马木马面纱 来 看一下注入 注入 在我挖子top ten 2021年 这是我挖子top ten啊 我自己来写出来 写了2020年 因为2020年延续了 用了2021年的这个 挖子top ten的一个排行 好吧 啊 在注入这个地方啊 社会注入 XS都是注入 还有命令注入 啊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 命令执行 漏洞 就是咱们 欧巴斯top ten排名第三的注入里面的 跟社会注入 XS都规律为这个注入 好吧兄弟 都在这里面 好 然后命令执行漏洞啊 它分两个 两种啊 一种叫远程系统命令执行 一个叫远程代码执行 远程系统命令执行 指的就是我们 比如说黑窗口 啊 你想办法丢了个指令 给他的后台 给那个对方按照后台 这个指令在后台执行了 好吧 这叫系统指令啊 代码执行是什么 指的是 比如说你发现他的网站 后台是用PHP开发的 你在提交数据里面 注入了一段PHP的代码 原代码 这代码丢到他的后台 他执行了 这叫远程代码执行 好 能分清吗 一个系统指令 一个是代码执行 那远程系统命令执行 我们来在这看一下啊 找一下皮卡丘 要就点四方 要就点四方 好 来了 RCE 系统命 叫命令执行 我们 这个他的英文名称 Remote Command SEC 简称RCE 公司工作当中 面试过程当中 别人跟你聊的都叫 别人问你命令执行 他可能会问你 了解RCE吗 好吧 他也不跟你说前程 他就问你RCE 命令执行 这个命令执行啊 好多时候啊 其实出现在哪呢 出现在 某些运维自动化的系统当中 什么叫运维自动化的系统 运维咱们学过一些 对不对 你看你们运维 是不是自己学过了 什么NGX 阿帕奇项目部署 是不是学过这个 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 各种配置啊 要改 对吧 等等 像运维这套东西啊 为什么现在运维 也没那么好混呢 卷得很厉害呢 就是运维 现在干的这些事情 现在好多都自动化了 自动化是什么 就又懂开发 又懂运维的 或者是运维和开发部门 联合出品的 在他们公司 尤其是大公司啊 都会出现运维自动化的项目 就把运维的这些 繁琐的工作 各种什么系统指令 阿帕你看运维在这 求各种系统指令 是不是 非凡啊 你就很安全记得住 他干了什么 他出 他比如说研发了这样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网站一样 在网站上 你点点点 这种完成运维的工作 一键项目不熟 夸一点 项目就不熟了 好吧 那实际上你点击的时候 你点击自动化部署 其实他是往后台的时候 发了好多的系统指令 只不过那些系统指令 是通过代码去发送的 代码自动帮你发的 这些系统指令 系统指令运行 把项目给你部署起来了 叫一键部署 好吧 所以说这里面 其实涉及到什么呢 不管你是点击 还是你输入系统指令 都会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 往后台 你往后台 发了一些你的动作 对吧 然后后台按照你的动作 是执行了各种系统指令 对吧 那么在这种 运维自动化的系统平台当中 他也会提供 比如说一些窗口 输入窗口 让你在这输入 指令 来查看你想查看的 系统的信息 好吧 比如你们前面学过什么 IP config 是吧 if config 这样的指令 对吧 在这里面都可以都可以 执行 这是好多都会出现在运维自动化 的项目当中啊 但是实际上 如果说 可能假如说 这个运维自动化平台当中 给你提供了一个窗口 提供了一个输入内容的窗口 这个窗口当中 比如说人家给你提供输入指令的 你在这输入一个IP config 在这一提交 看这了吗 这个pin是吧 你点击提交 这个指令发到了他这 他呢 调用了 这不是比较假如说 php语言写的 甭管什么语言写的啊 他都有 这个执行系统指令的 自己的语言的这个方法 比如说 php里面有个叫shell exec的 他就取出你这个 你不是get 请就发过来一个这个吗 或者post请就发过来的 就是dollarget 取出这个 比如cmd 就拿到了一个IP config 然后他调用这个函数 帮你执行了IP config 而这个函数 它的底层实现原理 其实就是调用你的 doss窗口 cmd的窗口 执行了一下这个指令 拿到返回结果 给你返回回来 这IT等于他得到一个返回结果 这个IT返回结果 就是这个系统指令的指令结果 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有些地方是给你提供了这个 输入指令的窗口 有些是没有 有些是点击 比如我点一下看查看IP 这有个查看IP的按钮 查看IP 你一点击就能查看 IP信息 实际上是往这发的一个什么 是不是比如说IP ADDR指令 是吧 可能给你发这样一个指令 那么如果你发现点一下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发这样一个指令 你是不是可以抓个包 抓个包自己 加一些别的指令 看能不能执行 是不是 等等 就是测 命令执行漏洞 这么去测 来咱们看一下效果 比如在这写一个什么 你看 Please Ahire Please enter the target IP address 请自己输入 目的IP 是不是 目的IP 这是一个PIN指令 查看目的IP的PIN的结果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PIN一下谁 19.100 19.100 19.100是谁的 强恶那个什么 你拼19.100拼不了 也能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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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个PIN的意思是什么 你刚才不是在这输入这个19.100吗 19.100 然后这样的 这不是你当前的客户端力转器 这是人家的后台服务端 是吧 你把这个 192.168.19.100 发过来了 后台帮你执行了一个PIN 192.168.19.100 它怎么执行呢 它是调用了自己的一个方法 比如是LESCC 这个语言的自己内置的一个方法 然后把这个指令丢到里面去了 好吧 拿着反复结果又给你反复回来 展示给你看 就这样一个过程 人家给你提供这个功能是不是很正常的 你输入个IP地址 我给你PIN一下 得到PIN的结果 看能不能PIN通吧 是不是 人家是给你提供这样一个正常功能 但是当你发现这个正常功能之后 你就可以干什么呢 这个指令是不是人家的后台帮你执行 然后拿到的结果给的你 你如果说发现这样一个地方 你就可以控制它的后台 如果它这个地方存在 面对执行漏洞的话 你就可以控制它的后台 那怎么测试它这个地方 有没有命令执行漏洞呢 你就可以直接加上 本来人家只要你在这输入APP地址 是吧 但是你就可以执行 你自己想执行的任意指令 怎么来执行 按着符号 比如说再加一个 加个什么呢 IP config ip config 行吧 点击pin 看除了pin执行之外 ip config也执行了 对不对 拿到了ip 那这个地方一想 哎呀那我就可以执行任意指令 对啊 net user 添加用户 可不可以啊 对 可以 那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就可以控制它后台啊 这就是它 这不就是漏洞语 非交互式的命令 非交互式的命令 对 交互式的命令 你在这也拿不下 比如我在这执行个VM 不用 没有用啊 你执行个VM 没啥用 你在这也编辑不了 好吧 任意刑上你也编辑不了啊 好 挺好啊 这话能理解什么意思吗 能理解 就是他自己对数据管控不严格 导致我们可以执行任意指令 这就叫命令执行漏洞 命令执行漏洞 来吧 紧接着咱们在dbw上测试一下啊 这个又不再说 这是远程代码执行了 以往 上面是远程命令执行 远程命令执行在 dbw上还有一些实例 导致命 哎呦导致命迷马到时候来了 数码 导致命4 导致命4 好 先调个D 提交一下 然后 command injection 看这了吗 command injection 命令注入 命令注入 就是咱们说的命令执行漏洞 嗯 嗯 行 说他之前我还是把密码改回来吧 嗯 我就改下密码啊 tssword 好成功了回来了 在这输入FD交据168.19.100是吧 嗯 3米特提交一下 没问题是吧 嗯 可以执行指令 那么咱们看一下 vSource啊 现在这安全等级是低 第一级别是吧 低级别的原因就是在这 你看 他把他给的取出来 IP地址取出来了 是吧 嗯 取出来以后他干了什么事情 他直接就在这 哎 在这判断了一个说你是Windows还是Linux uname 记得是什么东西吗 在PHP里面有个方法叫PHP -uname 它执行的类似于Linux下那个uname指令 记得Linux的uname指令吗 有提到过吗 没有提到过 嗯 让你们查看Linux系统内核版本怎么查的 Linux版本Linux系统内核版本 啊 不是用过uname吗是不是啊 uname干啊吗 是吧 放完了 啊没事这回这回提醒你了 对吧 查看系统的版本 uname吗 Linux下uname uname Windows用什么 System info System info 看 你的各种版本信息是不是都出来了 嗯 对啊 对吧 嗯 哎各种信息都出来了 哎 文章菜有没有uname来着忘了 好 查看系统信息啊 然后咱们VSource看一下它的代码 它代码里边 它通过php-uname 这是人家php语言里面内置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帮你查看当前系统的系统信息的 版本啊 内核版本啊 好吧 然后在这里面他给你判断了一下你是不是windows啊你如果是windows直接执行 看shell exec了吗 这就是执行系统质量 然后在这写了个pin 然后加上你的target 点不是自负上pin接吗 是吧 加上你这个target的IP地址 是不是就帮你执行这个pin加IP地址啊 哎 如果你是Linux啊 就帮你执行pin-c 4啊 然后 加IP地址啊 为什么给你区分了区分了一下啊 Linux下一pin Pin现在没完没了 不停它 是不是啊 默认是不停的啊 你加个-c 是不是指-c写个4 就是发4个包 探测一下就行了 就这一次啊 所以这次就做了一个区分而已 但是 不管是区分不区分啊 主要看上面 对IP地址 提交过来的IP地址 没有做任何的 是不是限制啊 是 也没有查看 也有没有一些额外的 其他的符号啊 其他的一些指令啊 没有查看啊 所以这个地方 它是有漏洞的 有漏洞 我们怎么来玩啊 执行系统指令的时候 咱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执行 对了啊 执行系统指令 比如说你在这pin 192.168.18.100 190.100 运回车 这是不是就开始拼了啊 嗯 那么执行指令的时候呢 咱们有 比如我想执行多条指令 啊 刚才我们这种注入 就是利用了系统 可以执行多条指令 同时执行多条指令的那个 机制啊 来进行命令注入的 它有一个暗的符号 可以加一个 IP CONFIG 看到 等着批满 看到吗 嗯 是不是IP CONFIG也知什么呀 嗯 它有一个符号 它还有一个符号 叫双暗的符号 也是可以的 这叫命令连接符 好吧 但答案的符号和双暗的符号 有个区别 啊 有什么区别呢 比如说 看答案的符号 第一个指令出错了 对不对 回车 第一个指令出错了 第二个指令 是不是照样执行啊 对 如果是双暗的符号 看 回车 看 第一个指令出错了 第二个指令也不会执行 这就是他俩的一个区别 好 但是都是命令连接符 还可以用什么 管道符 管道符 后边那个能执行 是吧 双管道符 还不两个动作执行 对 还有什么 分号 分号不太行 你们却Linx有收过这个吗 也有收过多条指令执行 是不是 行 反正知道有按道符号 管道符号可以执行 也就差不多了 好吧兄弟们 来看 刚才这个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 随意写吧 按着符号 加上我们想执行的质量 Net user add Net user 加个加个什么吧 比如说 加个用户 加个用户 可以给大家讨论 给大家讨论 然后 开个分 对 密码还没有呢 123 add 是吧 然后我看我这里面有没有开个分 应该是没有了 看一下 Net user 没有吧 没有 在这执行一下 执行完了是吧 这是报错了吗 没有 来看一下结果 有了吗海克风 有了 没错吧 在这就可以加什么 可以执行人意指令 那么这是他 这是低级别的是吧 咱们再看一下 级别再加高一点 有点中等级别 中等级别看一下 再看这点击viosauce 看一下有什么变化 他做了一些过滤 过滤是什么东西 把按的符号分号 是不是都给你去掉了 Linux下是不是分号 可以连接多少指令 Windows上不行 但是不管怎么说 人家做了过滤是不是 做了过滤 人家写了个STR replace 只要你是这个数字里面的 我就给你替换了 直接就给你替换了 那我们再看 在这再写 再写这个 别别写这个证 别老看下用户了 就来一个什么 IP肯克给吧 来 本来这样是能执行的对不对 啊你试一下 还能执行吗 不能了 人家过滤了是不是 那单单按的符号呢 能不能这样 那说明他这个代码写的还是有问题的 是吧 只对双按的符号限制了 没有对单按的符号限制 也没有对管道附近限制 是吧 所以说 那没啥用 对 然后再看 再加高一点 再看 没有sauce 看这又加了什么过滤了 这回多了 刷案的没有 是不是 有些人说刷案的没有 但是你看啊 人家用的方法叫str replace 重复 就是他替换 他是怎么替换来着 从前到后 对不对 比如说他用按的符号去查看 你的数据里面 比如写了个 190.168.190.100 然后后边跟了一个 刷案的符号 有些人说刷案的符号 他没有限制 但是现在写了刷案的符号 在IP很废高 他拿这个数据过来在这替换 他拿这个数据提交过来 他是不是在这replace替换去啊 替换他这个拿按的符号 给你来替换 第一个符号要求吧 符号就给你干掉了 接着往后判断 对不对 第二个符号要求吧 符号 这两个是不是都被干掉了 所以说单双按的都不行 在这个方法下 好吧 不行咱们试一试 单按的符号的 走 没有用 双按的符号的 是不是也没有用 那么当你在细看他的圆满的时候 说哎呀管道符号啊 分号啊都已经不行了 这怎么办 没什么好办法 细看他的电门 看这 程序员在写的时候 这加了个空格 就这个空格出了事的啊 对 他是不是匹配空格啊 对哎 我不加空格了 我所有空格都不要 嗯 加了管道 成了没有 我后边代码是不是 我后边的指定是不是执行了啊 嗯哎 你看 这就是他代码稍微写的疏忽一点 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说我跟你讲 这些程序员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一个人写的 代码没有漏洞 我就跟你讲 再牛逼的程序员 写出来代码 他多多事儿的 有时候也会有些漏洞 好吧 哎 就不小心瞧了个空格的事 你看 就被人 遭过了啊 嗯 如果没有多数空格怎么办 啊 没有多数空格 就没什么好办法了 然后这是他 然后你再看他有个 IMPASSPORT 你再来看 他不是去空格了 啊 这回更狠 你抽一抽 他做了个什么事情啊 我在这不是取出IP地址吗 先 strip slash 把IP地址的 什么他 如果IP地址里面有这个 斜杠 他把斜杠已经去掉了 这个这是这个方法干的事情 但实际上我们提交 这个IP地址里面没有斜杠 对不对 对啊 然后还干了什么事情 看Explode Explode 点 然后加入Tagget的IP地址 Explode 啊 对 对 就是一点 分割你的数据 你的IP地址 是不是四个点分 十进制啊 他这样 通过点一分开 你是不是拿到四个十进制的数 对吧 四个十进制的数 这个东西就拿到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就是四个十进制的数 是192和168和19和100 四个十进制的数 因为通点分割开了 然后呢 第一个看 第一个数 看一下是不是数字 第二个数是不是数字 第三个数是不是数字 第四个数是不是数字 他们 用按照复连接的表示 这些都成立的情况下 才能往下走 现在是不是就限制死你了 必须都是数字 我才帮你去执行PIN指令 那这样的话 你想在后边加什么IP config 不行了吧 出现符号都不行 为什么呢 你看 你在通过点分割的时候 最后一个是数字吗 最后一个是这一项 不是个纯数字 好吧 所以说这个 这个限制就很牛逼了 很多成员在开发的时候 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功能 领导一说 来 这个功能 就在这写个IP地址 你能帮我查查这个IP地址 能 pin一下IP地址 能不能 pin通 就要这个功能 打跨滑写 领导一看功能完了 你看 刚才这个是不是 我就不加这些东西 功能是不是很正常的呀 对吧 功能都很正常 就在这 功能都很正常 但实际上它是有漏洞 好吧 所以说程序员 程序员不太喜欢安全人员 安全人员 过去经历他找事 对 而且现在 很多大公司把安全 把开发人员写代码 里面出现漏洞的这个 概率 加到了他的绩效体系里面 对 他写的代码 如果出现漏洞比较多 扣机要 对 所以说现在程序员不好混 对 是吧 这个好关系 发现漏洞你帮我解决一下子 别直接报了是吧 哈哈哈 或者你告诉我我改了就完了啊 行这是命令之行 我看一下还有评论 还有什么说的 好 DVWE的一个总结 刚才我们过程的那个 低中高的那个那个 那个怎么去过去 是吧 按的符号 单按的符号 还有什么 这个管道服务把空格去掉 是吧 然后PHP 可执行系统指令的函数 有什么 咱们说这些系统 你发的这些 这个IP地址 或者你的IP config 你发到后台 PHP 是不是来处理这个 你发过来的数据啊 在PHP 处理这个数据的时候 这个指令 它怎么执行的呢 PHP内置的 有几个函数 这几个函数啊 这是他自己代码语言 里面的函数啊 这几个函数 能执行系统指令 好吧 比如说有 ESEC Shell ESEC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对不对 反引号 就这样一个反引号 也能执行系统指令 好吧 就把你的系统指令 放在反引号里面 代码运行到这 它也是执行系统指令 什么system 把这几个记住 还有它 这几个 把这几个记一下 这个也是 后面代码审计 过程当中 人家问你 了解代码审计啊 你说你了过了解 然后有没有做过 做过一些 他就会问你 民主执行的 PHP内民主执行的 函数有那几个 这几个 好吧 他为什么要问你 这函数有那几个 因为做代码审计啊 他是找代码 哪有问题 拿你的代码给你 找代码哪有问题 怎么来找 比如说我就想 我现在就想 先查一看 这代码里面有没有命令执行漏洞啊 你就拿这个关键字去找 定位 你对代码里面就找 哪个地方用了这个关键字了 关键字前 前面提 这个数据 有没有 有没有过滤啊 就跟刚才我们在这 viewsauce一样 是吧 点击viewsauce 这不就是看原码吗 是不是啊 代码审计 还有一大堆原码给你 那你 你怎么审代码呀 一条一条的审吗 太麻烦了 你就在这搜 搜定位 shaveesc 看一下 这里面传一个变量过来 看在变量前面 对这个数据有没有过滤啊 没有这个 这就是代码神经 好吗 所以说他会问你 知道那几个几个函数 所以这几个函数也 记一下 然后紧接着咱们就说命令 就代码 远程代码之行了 停一下 稍等 看